青骨子靜靜 青骨子舞花 青骨子盛在 夜外默默长大 青骨子青涩 青骨子舞花 青骨子酒香 童年天真无相 风也不怕 雨也不怕 顶风冒雨 袖碎阳 低头雾云 追求惊慌 沉点点养花 千万家 青骨子靜靜 青骨子舞花 青骨子盛在 夜外默默长大 驰思冲 灯 你在家 你俩干啥呢 这边去 没人管了呀 班长呢 都别吵了 安静点 小辣椒 方老师人呢 你们还都不知道啊 公社派人调查方老师了 方老师不干了 要走了 不会吧 焦大楼 他说的是真的吗 我不知道 怎么那么闹啊 别吵吵了 今天不上课了啊 你们改自习了 王校长 方老师为啥不来上课了 方老师他 他身体不舒服 休息休息 王校长 方老师是真的要走了吗 这个不好说啊 那我们以后咋办呢 能咋办呢 我再给你们找老师 我真要找我找啊 那只能解算你们八年级了 王校长 你能不能想想办法 别让方老师走 我也不想让他走 那我们能和方老师谈谈吗 请他留下来 可以啊 说不定啊 你们那帮上忙 把方老师留下来呢 行 可以 完全可以啊 同学们 不想让方老师走的 跟我来 走 站住 走 叫大佬 就是要一起去找方老师 也应该是我组织着去吧 我才是班长 方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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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都来了 方老师 我们来请你回去上课 方老师 方老师 你真的要走了 我 我们现在好不容易收心了 想学习了 你不能走 我们不能没老师 就是 方老师 你要是走了 这班级就得要解散了 那你班长不是当不成了吗 才当了几天呢 日活劲儿还没过的吧 你说我呢你 你不是说那什么 拿到毕业证以后要去参军吗 你要是班级解散了 你指望谁给你发毕业证啊 对啊 方老师 你还不能走 就算是你要走 也得等我参完军嘛 你可是培养出了一个 中国人民解放军哪 多光荣啊 方老师 方老师 求求你 别走了 方老师 方老师 我们想上学 你别走行不行 同学们 方老师就是想收拾收拾物的 咱们帮他 好 来来来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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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走 没门 别别 啥东西啊 冰糖 那好啊 我表舅从供销车内部 弄出来的给了我一些 呦 这可是稀罕我啊 嗯 你别说 你有个在县政府工作的表舅啊 那就是好 您也是劳苦功高了 就是给您尝一尝 刘老师够大方的 那我们私不私也可以尝一下呢 我这刘老师啊 你呢 也不是随便给别人送礼的人 有啥事啊 你直接说 啥事 你看 那 那哈 方老师 这不马上要走了吗 以后那八年级 是不是就 明白了 我就说嘛 天上没有白掉的馅饼 这方老师要走了吗 我咋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 是啊 指定要走的 这公文要不了一两天 指定要走的 不一定吧 哎 方老师 你看 方老师啊 你看你 你还亲自来跟我们大家辞行是吧 辞行 没有啊 方老师 你身体好了啊 身体好了呢 就赶紧给同学们上课 同学们着急啊 都等你呢 好 那我这就去了 刘老师 刘老师 那这个 那我就 就当我提前送你的松子礼物吧 得了吧刘老师 我跟你说啊 我呢年纪大了 这牙骨不好 这冰糖啊实在是太甜了 真的我想受不了 谢谢你啊 这糖啊 也不一定都甜 哪嘎的都有你的话 齐立 方老师好 同学们好 同学们请坐 方老师辛苦了 方老师 你应该说 为同学们服务 好 好 我愿意为同学们服务 坐吧 坐吧 现在开始上课 看一看 跳一跳 要点啥 要包火盘吧 好嘞 一毛钱 五盒 来 谁谁谁 盲子呀 有啥事啊 瘋到脑袋啊 又还卖火了 哥哥不就指着这家东西吗 二毛子 哥哥对你不错呀 这个月 不是给了你一块椅子吗 你转手就卖给村里的媳妇的 挣了五毛钱 就放个胳膊 瞅你那熊样去 你怎么就想着我和跟你要东西啊 那你扯着胳膊不放干啥呀 我这次掏钱买东西 不给你不了 你掏钱买个东西 兄弟 别扯了 你们怎么就呛了眼睛只盯着地面的小筋 就不能高看我眼 我怎么就不会掏钱买东西 行行行 这次哥哥就高看你眼 说 没啥 我得看看有没有想要的东西 起来 你慢点慢点 要啥哥哥给你挑 哎 这打了啊 过来 漂亮了 停 哎刘了 雅掌 这个是两毛五的货呀 给哥哥一毛钱 我这究竟就赔一毛一的 我真不能买啊 哎 animals 真不能买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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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以后还想不想再往房村卖货了 哥哥赔菜就行了 你再叨叨 一包钱都没了 巫生达 巫生达 我 我跟你说个事 啥事啊 那个 你能不能抽时间帮我博博客 你 你看他 你 你看啥呀 我 我脑袋上又没想计计 你突然提出来主动要学习 我觉得很意外 是啊 我这不是答应方老师了吗 要好好学习 可是我底子又差 我怕他讲课跟不上 送给你 你是为了方老师学习 对啊 男才大丈夫 我说到就必须得做到嘛 那你找方老师给你补课吧 咋啦 哥 你回来了 我这个给你做饭去啊 你等会儿 我不饿 别说你 哥 您有啥事啊 咋啦 我咋觉得你不对劲 妹子 哥想请你搬个小麻 你好 你呢 你跟着我吗 你不说话 你怎么会做的 你的东西 其实你没想到你 你就不想到你 我找到你 你去迷补 我找到你 你去迷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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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玩意儿 值得我一抢吗 那这是哪儿来的呀 从他那儿买的 买的 哪儿来的钱 家里拿的 啥 那个 哥想让你帮着 把他送给方老师 给方老师 你给方老师这干啥啊 我想送他 不行啊 行 那你自己送 我不管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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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女孩家的东西 我一大老爷们儿送 你都敢买 有啥不敢送的 你自己去 我不管 死丫头 你到底帮不帮忙 不帮 行 你不帮 我自个儿去 我还就不信没你个臭鸡蛋 我做不成草子糕了 你说谁臭鸡蛋呢 我 你不想要 你不愿意 哦你不肯定 你不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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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可我不想让你给我补课了 你刚才不是 还说让我给你补课呢吗 我现在又不想了 你什么人哪 那说变就变啊 谁嫌变的呀 你不好好想想 行 算我嘚瑟了 还主动找上门了 你大姑娘的脾气 跟我一样酸呢 我逗你呢 让你帮我补 给你一次 当我老师的机会还不行吗 要是 那就这么定了 那啥时候 明天 就 就在这儿学啊 这 合适吗 这儿安静 合适 这万一有人路过看见咋整了 我 我观察过 磨米的人都是上午来 下午从来没见有人来过 你确定啊 那去哪儿啊 去学校 那不行不行 学校万一让同学看见 又该传线话了 那去你家 那更不行了 我妹在呢 话有多事有多的 麻烦可烦人了她 去我家肯定也不行 我哥要看见咱俩在一起 又得叨叨 是啊 这也没地儿了 那实在不行就这儿吧 我主要就是怕 回头有人路过 能看见啥的 不 不 跑 我都不怕 你怕啥呀 走吧 那行吧 我哭点 咱俩就在这儿学习 你说 你说上次咱俩搁这儿也没少带 没觉得咋着 怎么今天往这儿一坐 我怎么觉得像像做贼似的 上次你心思全在我哥被抓的事上 能有心思看这儿啊 也是 说吧 先补数学还先补语文 你这样 我站着 一块七 你帮我讲讲呗 我都不太会 这题是哪儿来的 从哪儿去 方程题啊 方程题最主要的就是音试分解的问题 音试分解会了 你后面的题就都好做了 不知道这个 谁 你看 我说啥来着 你这 这指定不行啊 这人路过的时候 这肯定往里瞅啊 咱俩光明正大的学习 你怕啥呀 不是我怕啥 不是我怕别人不在想 你瞎说什么呢 我怕你也怕我怕啥 那些人挺憎恨的 我怕我怕你也怕你 这是我怕你 哪儿去的人 快不就看她 在哪儿去 不就走 什么呢 可以 有点 来 方老师 你 你在干嘛呀 我可学要路过 进来看 你找我有事啊 没事 我在批改作业呢 那既然这样我去忙了啊 方老师 可路上几个发卡 我协计了 这次没啥用 给你拿 不用 我不用发卡 这个还是送给你妹妹吧 我都拿来了 我真的不用 谢谢你 那我去忙了 那我以后还是 多送点西红柿给你吧 之前放在这里那些 西红柿跟西湖 都是你送的 嗯啊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一直都不知道 我以为一只王校长 为了给我改善生活 就放在筐子里的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你瞧我 早该想到的 之前你不是给我 送过茄子吗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你要是喜欢茄子 我以后专门给你 送茄子的呀 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二芒子 你以后能不能 不要再给我送菜了 就是什么也别送了 为啥呀 我们两个人非亲非故的 又没有任何关系 我总收你东西 这不合适 你说啥 我们没关系 对啊 你又不是我学生 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那我去忙了啊 谢谢你 喂 做这儿来 继续讲啊 X1加X2 方老师 方老师 小妮啊 方老师 怎么了 瞧你跑得气喘吁吁的 就是那 那个叫 焦大楼和乌日娜 他们俩 他们俩怎么了 你说呀 反正他俩鬼鬼祟祟的 躲在大队的那碾房里头 两个人头都要碰到一块儿去了 也不知道在干啥 小妮 你想太多了 放学的时候 我交给焦大楼一份习题 他是不是不会做 找乌智娜帮他辅导一下 他们两个人一块儿学习呢 自古以来哪有在碾房里学习的 又不是学推脸的拉木 反正方老师我是跟你汇报过了 你看怎么批评教育他们吧 好吧 我去看看 你知道碾房在哪儿吗 我带你去 不用 我知道 那好吧 反正也别让焦大楼知道是我告的命 省得他到时候找我麻烦 小妮 你来得正好 你把今天我讲的课复习一下啊 在这里 我去一就来 我们两个人非亲非故的 又没有任何关系 我总收紧东西 这不合适 孟子 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了 如果那个方老师哪天能看到你 我刘全能从此以后我这蹲着砸尿 真让刘全能给说着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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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吹的 风吹的 没事 吓死我了 我以为有人呢 要不咱 咱 咱 咱今儿就先到这儿了 我就有点困了 别呀 这还有最后几道题了 等我讲完 你再坚持坚持 好 那行 那行吧 我先让你别跑去 我先走了 好好好 好 快走 这种多吉他 我先走了 你儿子 我先走 我别走 你了 我走 你 эксперт 我来走 驢子 你憋了没事吓唬我 干啥玩意儿 你有病吗 大白天的你怕啥 满满了 没事不吃 怎么了 你坐怎么对呀 对呀 对呀 说呗 就你那刘彪哥 他最近有啥动静儿 没啥动静儿 咋了 你瞅啥呢 没谁呀 那个 就上次我喝酒 就咱们喝酒那天 我知道 我说话难听了点 你回去跟他说说 让他变了心里去 多大点事 你别往心里去一下 走 跑跑 我预备了好几个菜 走 喝点喝点 走 走 停 停 停 咋了 你现在要是没事的话 你就 回去跟他说说 不是 现在去啥呀 你急啥呀 咱先把酒喝好 回头再说 这事不着急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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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没事 你就去跟他说说 咱喝酒去 以后再说 诺诺 你在家等我啊 我跟他说 让你去找你去 快快快 等我啊 好 我睡啥了吗 小大楼 小大楼 这才学了多一会儿啊 不过我昨天晚上 全是没睡好 今天就学到这儿吧 你回家自己看 把不会的告诉我 明天我再来这儿跟你讲 那行 你回去洗一头 一股汗那儿 好 你把券子好 我来 你先走吧 我让别人看着不太好 行 那我先走 好 方 方老师 小小楼 在这儿干吗呢 那个 我们家明天说磨点米 我先来占个位子 我听说乌侍娜也在这儿 我正好继续找她 是吗 她 她没 她没在吧 没怎么没在 她没在啊 她没在 就 乌侍娜 方老师 你又在这儿学习呢 我听说你总在这儿学习 不过今天不是为了我自己 是为了帮焦大楼补习的 你们一直在这儿学习呢 一直在 我正好想跟你说呢 你学习好 有空的时候 就多帮助班上的同学补补课 行 那啥 方老师 没啥事 你 你们落我 我先走了 先别走啊 还找你有事呢 那你们先聊吧 方老师 我先走了 那你们先聊吧 方老师 站住 你看见我躲着啥啊 我没躲 没躲啊 看见你们方老师没 你找我们方老师干啥 我 松发枪啊 哥 你就别添乱了行吗 我添乱 我添啥乱了 你就告诉我方老师干啥呢 哥哪儿呢 我刚才在念房看见他了 还有周大楼 走 刚才正明天告诉我哥 他要去找方老师跟周大楼 肯定会闹事的 你和我说实话 刚才你跟乌日娜在这里面 干什么呢 我们俩真的在这儿学习呢 那学习是件好事 你干吗骗我呀 我 我不是怕 我都让你知道 好了 我问这些都是为你好 你做什么事情 我都愿意帮助你 但前提是 你要跟我说实话 我咋没说实话 我说的就是实话 我没 没干啥呀 不是 她是个好女孩 你俩又是好朋友 你要多保护她 可千万别做什么 伤害她的事 方老师你这说的是啥话 我 我干啥伤害她的事了 不是 我 我们俩就是在这儿学习呢 你 是不是我俩在这儿 要是没发生点啥事 你心里还不踏实了呢 没有 我问这些就是为你好 为乌日娜好 你得了吗 方老师 你就是不相信我 我本来以为你和别人不一样 没想到他以后 但我没问 咱们走吧 你别走 怎么了 你过来 你看 你看 刚才胡说大家都坐在这儿 我就坐在这儿 我们俩就在这儿 学得起 看药 你看 这是好题 这上面 我写的要他写的 对不起啊 我刚才误解你了 我刚才误解你了 赵小廷 你俩给你讲错了 你看 坐下来 我给你讲你了 行 好 一个男学生 一个女老师 你俩搁这儿干啥 见不得人的事呢 你别胡说八道啊 妈妈 我胡说八道 都被我撞见了 你们孤男寡女的 在这儿黑屋里 能干啥好事 方老师给我 给我补习功课呢 补习功课 补习功课 为啥不去学校啊 你到底想干啥 我想干啥 他妈想搜 你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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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别闹事了 姜妹 你们解决问题 就只为打架是吗 方老师 我没想跟他打架 是他老逼我 我也没想打架 谁让你们不说实话的 我就不告诉你 我俩在这儿干啥呢 我气死你 好了 少说两句 二猫子 我知道你是关心我 才想问我 那我就告诉你 刚开始我来碾房 就是来找乌芝娜的 之前也确实在给焦大楼 辅导功课 方老师说的是真的 本来就跟大楼在这儿的 方老师是刚刚才来的 你跟焦大楼 跟这儿干啥呀 我帮他补习功课 不是 你看 那上面还要写的字呢 你别给我看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不认字啊 哥 前几天你给方老师找麻烦 就被公社给带走了 还谁让方老师求焦叔 就把你给救回来的 你不是挺感谢人家的吗 现在为啥又来找麻烦啊 谁是我给他找麻烦了 哥 上次方老师让你折磨得 差点就走了 是我们好不容易劝说 他才留下来的 这次 你要是再这么逼他 他可就真走了 他要是走了 我们没了老师 你也不可能再见到他 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 你为啥要干 哥 不是所有的事 都能顺了你心意的 咱还是回家吧 走吧 走吧 我是看在我妹的面子上 我这次放过你 咱俩仗以后慢慢算 走吧 大龙 你今天能找乌芝娜主动学习 帮你补习功课 这我很高兴 以后你们两个人 还是别来这儿了 去我那补习吧 另外 我希望你以后除了学习 其他方面也可以进步 比如说 遇到问题 可以先三四而后行 冷静处理 不要像今天一样 只会冲动 好吗 那你答应我一件事 以后解决问题 不能只通过武力 尤其是让芒子 行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大楼 大楼 你昨天干啥去了 哪干啥 咋了 那我找你半天没找着 就差一样大队喇叭广播了 我跟你说个事 你找个啥了 就咱班里那事 我觉得小辣椒 当门场不行 行 看不上你 那要照我比 那 那差更远了 别提了 别提了 行吗 你还敢提那丢人现眼的事啊 舅主任 我们公事啊 这除了投胎中学 那就是我们瓦房 是唯一的一所 八年制的学校 公事对这学校很重视 对吧 那当然了 但是前一段子 我们这八年级学校呢 缺老师 这王校长啊 就到公事去跑 跑了多少次 公事也没有老师 这我们都知道 但是给公事跑得没办法了 就派了一个 连话都说不全乎的刘轩灯 你看他那个样子 同学们呢 那个 我是说 四五苏 啥玩意儿 那大舌头狼机 他咋能交代了八年级 你置于那儿嘛 这公事不也是没办法嘛 你看你这 那后来那个谁 张书记就带着我 和王校长 跑到县里去了 好不容易 把方老师给抢来了 但是方老师是知青啊 没有个正式身份 要有一点什么什么小毛病来 那家长就这可那可 就在那儿瞎议论 工作起来不方便 这是个问题 通过这一段考察呀 就方老师虽然年轻 但是还是有能力 我看挺合适的 周春 你看看 你能不能以公事 文教主任的身份 跟那县里边说一说 给方老师办成正式的 我回去试试看 不饿了叫我告诉你啊 不一定有什么结果 有您这句话 我就非常感激您了 我必须得敬您三杯 来来来来 我还什么都没干你 你都着这么急 必须 这个事必须做 来来来来 这是第一杯 第二杯 第二杯 太厉害了 你喝 刚喝两杯这就没了 不喝了 不行不行 不喝了 大龙 大龙 大龙过来过来过来 咋了点 不行必须得喝了 不行不行 来大龙 拿着酒瓶子找你妈要点钱 来到这顾小舍再打一成酒去 我不喝了 不喝了 麻溜溜溜溜 不啰嗦 快快去快去 行行行 不喝哪行 孟儿 听说你最近 先让人学校新来的方老师呢 咋呀 有个新闻 那还用说 早晚的事吗 你呀 也就痛快痛快嘴巴 我们可听三驴子说了 你就是剃头挑子 一头热 呸 三驴子放屁 三驴子说 这是他表哥说的呀 表哥也放屁 那我咋听大队那帮老娘们传闲的话 说方老师和焦叔那家那小有啥事 可没说方老师和您有啥事 你放臭老娘们更他娘放屁呢 人家都是在放屁 就你说的是真的 我咋觉得您也是在吹牛呢 对呀 就是 我听说焦大老那小子 因为女老师的事处处跟你作对呢 他敢 别看他爸是书记啊 我接他十个胆 那他在我面前你得溜溜的 这还孟哥练 孟哥练 孟哥 大楼来了 来 孟哥 是不是吹牛 你是不是得证明给我们哥几个瞧瞧啊 对呀 给我们瞧瞧啊 瞧瞧吧 正面就正面 你们等着 走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 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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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干啥 我跟你说了 我不想跟你干啥 你手里拿的啥啊 我手里拿的啥跟你有啥关系 咱俩嘴又那么硬啊 你是不是还想挨揍啊 你叔叔就想在他们面前 长长面子 那 我跟他们说了 说你现在不敢跟我作对 他们不信 想看看是不是真的 行 我今儿得给你这面子 是 我是不敢 行不 再也不把您告诉我 你熟了两个啥呀 你看不出来啊 还弄个啥 酒啊 够混了 那不行 这是我爹专门让我去买的 招待公社周主委 你给喝了 他俩喝啥 我回去咋交差啊 那我管不着 你要是今儿让我在他们面前 把你这酒喝了 咱们什么都好说 不然 行 我给你喝 行吗 待会儿有个条件 说 你只能喝一口 就一口 这一口 你能喝多少你就喝多少 有能耐你把这瓶全干了 我都认了 行 你们都调好了啊 看老子今天是怎么一口气 把这瓶酒喝干的 铁幕后 人 MARK 广告 过去的时光 早已泛黄 不变的是你最初的模样 当年的风雨早已沉寂 岁月无法让记忆淡忘 眼前的风景色彩缤纷 却总是要回头把你掌握 足下的前程尽管未知 也要带着思念走向远方 就让时光倒流吧 我要拉着你的手不放 就让时光倒流吧 我要和你冲走一场 就让时光倒流吧 我要拉着你的手不放 就让时光倒倒流吧 我要和你冲走一场 你冲走一场 我让你冲走一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